为在金山区的法谷山社会大学 每年春季以及秋季都会开设不少的班别 而每年到了7到9月正式设大城国展展出的时间 今天春秋季彩绘班的学员 来到金山医院举办了一场创作展 应用彩绘的方式在生活小屋上绘上缤纷的色彩 而展出的作品一改金衣后整区的严肃氛围 为金衣增添了不少缤纷气息 这也让艺术轻松的走入生活 真心 用心和细心就能够玩这一副 你很满意的话 当你画画的时候 心和怪怪 放手就画 因为假设它 要假定它 所以我给你讲 后心是什么 真心 用心 细心 然后就讲 那我们竟然要画出一个真正的好处 画出一个真正的好处 你们做什么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在二楼的情况下 我们二楼三楼都有 二楼就从早上一来 还没有看门点的时候 大概就在欣赏你们的大作了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展览 那还是要再次谢谢 就是我看到这次还有新装的学员来这里 那我想谢谢你们远途来这边 促进我们景山的人文的意识 谢谢大家 活动上法谷山社大的校长表示 以彗星为主题 表达创作者的心境 自由不受拘束的彩绘就是最好的艺术品 特别的是彩绘班将创作应用在布包 衣服还有鞋子等日常穿着当中 今天的成果展更带来一场彩绘服装秀 每件穿上身的服饰 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 那台院长来到上面之后 把我们最优秀的最好的师 师啊 医療的医师啊 带到我们医院把我们地区 非常地区的一些 相近照顾的非常健康 那也更要感谢我们曾校长 我们新装很多 那个学医院来一些好的作品 带到这边 那就称入我们院长所求了 不只把我们的乡亲带得更健康 那校长把我们这边来乡亲的 不是说只有单纯来这边看病 也可以来这边走一走 来个我们的好的环境 那能提升我们的人物 能提升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的说是活到老 学到老 把我们所有的 这些好的优秀的作品 分享给大家 而今天的成国长活动 重嘉宾云集金山区区长 也来到现场欣赏作品表示 金山医院不只是在地重要的医疗中心 如今结合法谷神社大将 艺术品带入院区当中 缤纷又疗愈的彩绘创作 不只是为后诊的空间增添亮点 也更加放松了 道院看诊民众的心情 记者 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